海賊開箱 嗨,大家好,我是Yan 又來到海賊開箱的時候了 今天要開箱的作品是 白鬍子海賊團隊長系列 第15番隊長佛薩 然後因為當時我拿到貨的時候 我已經先一樣拆開檢查過了 然後最近比較沒時間,所以沒有第一時間就拍影片 那我們等一下看到的 會是我已經擺在櫃子裡 拿出來算分享的畫面 已經組裝好的 那話不多說,我們馬上來看吧 我們先來講到佛薩的設定 在白團中是個身材高壯的大叔 在戰鬥中能使刀上纏著火焰進行攻擊 在動畫及漫畫中沒有經典的對決場景 所以我們不清楚他的實力到哪裡 但既然能當上四皇的隊長 應該實力也是不容小覷 再來談談本次的作品 首先可以看到面相 畢竟他不是什麼帥哥美女的角色 所以我個人覺得只要認得出是誰 不要太過變形 都是OK可以接受的 再來是皮膚的質感 肌肉線條都表現得不錯 並沒有違和感 但他畢竟也是GK 跟PVC弄光滑亮面的皮膚質感相比 可能略顯粗糙了一點 最後是我最喜歡這間工作室的地方 就是他們在衣服的處理相當好 不是單純光滑的表面 而是用一些紋路來呈現這個衣服本身的布料質地 總結來說 如果只是單純擺來整團共鳴的話 是做的不錯的作品 遠看的樣子跟質感都很好 沒有崩壞 只是近看有些小細節沒有處理的很好 那喜歡白鬍子的各位千萬也要收一下隊長們 那我們今天的開箱就到這裡結束 如果有興趣 喜歡看這種共鳴系列的話 歡迎追蹤我的IG跟我的頻道 謝謝大家